肺癌转脑癌案例 我先生2014年罹患肺癌 经过多次电疗 情况没有好转 当时精神体力状况都很差 经常出现头晕 口发麻 整天想睡 也没有胃口 经医院再次确诊 发现肿瘤已蔓延到头部 不久后 头部后方出现了红肿 溃烂 流浓 糖水 非常恐怖 当时是2016年6月 医生表示 生命只有三四个月了 家人推荐我们 赶快去原始点推广站 接受条例 志工在溃烂的头部上按推时 边按推边流血水 我看到志工毫不嫌弃 充满爱心的操作 非常感动 经过学习和志工的指导 我们俩深深相信原始点 也参加学习班 无论在内外热源的补充 都尽力做到位 先生也完全配合 情况逐渐改善 精神饱满 2016年9月 张医师到北加州南湾演讲时 先生上台献花 感谢原始点赋予了他第二次生命 在条例的过程中 先生在家情绪不稳定 偶尔还发一点脾气 情况反复不定 时好时坏 志工再三告诫他 要调整自己的情绪 端立自己的心态 如果他不能做到 推广站的志工 将拒绝为他继续服务 三个月的配合照着做 头后部烂窗已改善 先生更增加信心 24小时在家全身温敷 既吃含量食物 不再乱发脾气 加强运动 也开始帮忙做一些简单的家务 先生去医院回诊 当医生拿起病历时 禁不住地对我先生说 哎呀 你怎么还活着 奇迹呀 2018年11月底 张医师介绍了 温姜汤灌肠 即使用姜粉泥按推的方法 我们在家尝试 原来我先生背部骨头疼痛不能承受 但是在我帮他用姜粉泥全身按推之后 疼痛感减轻很多 刚开始 我微波的时间太短 姜粉泥不够绵密 所以还会有姜渣 后来经过志工正确指点 微波时间一定要超过三分钟 做出来的细腻如同乳液一般 揉搓按推皮肤完全吸收 按推之后再用红豆袋温敷 他能感受到热源渗透进体内 直达疼痛处立刻缓解 而且全身舒畅 在志工不断的关怀按推及精神鼓励下 早已过了医生判定的生命期限 不知不觉已过了三年 先生目前仍每周到推广点 调理两次 对生命充满了信心 如今体力充沛 脸色红韵 动作灵活 在大家的爱心照顾下 正在享受生命中的每一天 感谢张医师 感谢原始点 感谢志工的爱心付出 我们将会珍惜 所得到的爱心及鼓励 在未来的日子里 用我们的经历和见证 去帮助需要的人 前后三个月比对 处理前 处理后 6月2号来的嘛 很明显的 现在是换了一个人 他说他现在是进场人了 不是很明显的 感觉是正常 没有什么厉害的 感谢陈经理 陈经理也真的特别感谢你们 给了他的第二次生命 感谢观看